看这边是美国晚上,现在是六点半吧,晚上 这些年轻人在练足球,咱们到足球场看一下 旧金山现在已经是十一月上旬,已经很凉了 但是这些人呢,有的还穿着短裤 也是活力比较旺啊,咱们到这儿 看看这些年轻人晚上练球的这么一个景象吧 这空气中有这种水雾 因为一到天气凉的时候,旧金山,因为离海特别近嘛 估计是海洋,洋面上蒸发的水汽嘛 还有一些女孩啊,也在这儿练球呢 有些是女孩 好多都是拉丁裔的啊 它这个场地呢,不是那种纯天然草坪的 是那种塑胶的啊 这是那种塑胶的这种,并不是纯天然的这个草坪 这边都是女的啊 我看他们也有的穿着短裤啊,也是比较筋动啊 有的穿的比较厚,这个水门员穿的比较厚 这边都是女的,都是拉丁美洲那边的人好像是 这边足球好像都是那种私人组织的吗 还是俱乐部啊,我对这个完全不懂 对这个完全没有什么概念 这边都是男的 这边 他们在那半场打没有踢过来,没有往这边踢 或者他们踢的是小场嘛 有的时候踢小场好像是 不是正常跑啊 就是划定一个小的范围吧 也有亚裔的人吧 看不太清,因为是晚上看不太清 好像这几个都是亚裔的,都是黑头发的 他们看不太清 啊,这个好像是亚裔的,对 黑头发 Stay after flower beds 离花床远一点 离花床远一点 公园发电 30.2 这边是 也是在踢球吗 这个Stay after flower beds 离花床远一点 花床什么意思 这个是花床吗 每种花床 里面都是石头什么的 这边好像这几个是亚裔的啊 它这个场地是人工塑胶 不是那种纯天然草坪 不过也闻不到什么味道 可能时间长了把这个味都晒没了吧 这边是小朋友好像是 这边都是墨西哥的小朋友 墨西哥他们也有黑头发的 黑头发皮肤也发黑 墨西哥人他的上半身特别厚 上半身 这个门将穿的也比较少 这个门将穿的也比较少 门将 所以这边的种族也是大财汇 所以这边的种族也是大财汇 什么种族都有 他这个球是黄颜色的啊 非常醒目这个颜色 所以小孩们在外边 这样断断身体挺好啊 就不是说整天在家 对着电脑或者整天去做作业吧 这样可能身体更结实一点 大体就是这么一个景象 墨西哥小孩特别多 因为加州这边跟墨西哥挨着吧 挨着吗 是德州跟墨西哥挨着 以前这边都是墨西哥的领土 后来被美国买过来的吧 就是这样 晚上现在不到七点八 孩子们在这块练球 守门员带着一个大手套 带一个特别厚的一个手套 墨西哥小孩 墨西哥小孩的一个典型特征 上半身比较厚 上半身 他这个足球场从远处一瞅 就特别雪亮雪亮的 从远处一看就特别明亮 照明特别好 所以看到这些孩子们在这块 跑来跑去的 就比较吸引人 他这个球门是带滑轮的 可以推 有这个轮可以推走 应该是 然后对面的这些孩子们也是 好像在那互相调皮这么玩的 所以你看这边美国晚上 这些孩子们还挺有兴趣的是吧 还真挺 真挺喜欢玩 男孩女孩都有啊 就在这块晚上 在这个球场玩啊 这样的对他们的身体 成长啊 应该有好处 亚洲人不多 这里很少 主要是墨西哥的小孩 主要是 墨西哥的小孩 这边人们在换球衣吧 把那个球衣都放在地上了 按说美国这边 人们运动量比较大 身材应该可以啊 但是美国好多 好多人都特别 体格特别魁梧那种的 Athletic Field Rules 运动场规则 No golf play 不要玩高尔夫 没有 不要用金属的 Kleet是鞋的 意思是不要穿金属鞋吗 禁止吸烟 Athletic Field Rules 体育场地规则 不能玩高尔夫 不能穿金属的 这个Kleet是什么意思啊 是金属钉子鞋吗 抽烟被禁止 没有酒精饮料 不能喝酒精也不能喝酒 不能装玻璃的这些容器 怕把脚扎坏应该是啊 皮育瓶什么的 不要带狗 不要带吃的 不要带口香糖 也不要带 香烟葵的籽 为什么不要带香烟葵籽呢 对对对 可能有皮吧 然后这边是西边亚语 对 啊 这个还有这个什么 汉语啊 情无打高尔夫球 情无穿着仿华钉鞋 对 仿华钉鞋 禁止吸烟 禁止携带酒精饮料 情无携带玻璃容器 不能带狗 不能带葵花子 对 是是 这个是 Valitions of Park Rules 违反者呢 可能导致 罚款 还有 以后被禁止 用这个场地吧 大体是这意思啊 所以这边也是有些规则 然后这边是 他这些球仪都放在地上 这样的 然后这块是个门 然后有人在外边溜的 有点冷了 有点冷了 大体就这样吧 就是 美国这边晚上 这个运动场的这么一个情况 好像马上要开始球赛了 他这个场地用这种 铁丝网围起来也是对的 省得他踢球的时候 没有这个挡着的话 飞得很远 他追不上是吧 把球踢丢了 亚洲人就容易冷 亚洲人 他的成长的 这个环境呀 他吃的东西 好像不是那么太高热量 然后吃米饭为主 所以他的热量 很容易就消散没了 老美呢 老美老末呢 他们好像吃那种高油 高糖的那种的 所以他们的火力比较棒一点 也许是这样吧 人种也是比较 他们的细胞比较大 可能是 细胞体比较大 大体就是这样 人们在这儿静静的踢球 然后这个场地的这些规定也是不错的 不让大家带这个玻璃罐什么的 对吧 这样的避免把脚扎破什么的 也比较安全 冷了 我得撤了 这边不是旧金山的市区 这边是旧金山的南郊 南边的郊区 然后这边有点高吗 这个地形有点高 旧金山的市区还是比较平的 郊区呢 就不是那么太平 然后呢 就 就是说 有点那个 地 海拔高 风就大呗 对吧 所以这边风有点大 有点凉 这边在玩滑板 这边 这几个像是亚裔的 对 这几个是 有点像华人 这几个 也是分成堆吧 墨西哥人呢 在一起玩 然后亚洲人在一起玩 这几个是亚裔的 反正也是 看亚裔的看习惯了 他这个球过来了给他扔上去了 这几个是亚裔的明显的亚洲人 但是瞅着也挺魁梧他们瞅着 我也在想 就是亚裔的种族在美国吃这样高热量的食品 是不是慢慢身体变得也强壮了呢 也在想这个问题 他们在练传球 在练 互相传球 白天他们为什么不玩呢 白天上课是吧 这边是小朋友 小朋友都是 八九岁的小朋友 小男孩 八九岁的小男孩 这边要射门 这边是洋人 刚才那个 传球 那个这几个是亚洲的 黑头发的 然后这边是卷头发的 黄头发的 所以你看美国这边 他这个各个种族也是各玩各的啊 各玩各的 就是说 虽然这是一个移民国家 种族大大会 但是 在这个美国国家之内呢 人们各个种族也分成圈 各国各的 对吧 亚裔的一个小圈子 拉丁裔的一个圈子 印度裔的估计有圈子啊 所以你看 他这个T恤的时候很明显 那个角呢 是墨西哥人 然后这个角是洋人 也有黑人 黑人 哦 这个黑人挺强壮 这边挺热的 对 守门员是个大人 守门员 是个成年人 哈哈 把球踢给他了 今天帮他捡两个球啊 这个球有各种颜色的 有红的绿的都有各种球 各种颜色的都有 还有女的这边 女的可能是孩子们的妈妈吗 也许是 在那儿 跟他们喊口令呢 以前在中学 读中学的时候 踢足球也挺上瘾的 有一阵 足球上瘾 篮球上瘾 排球也上瘾 射门成功 守门员是个女的 有着沙哑的嗓音 挺好 孩子们在这块晚上 跑跑步 跑跑步挺好 断了断了身体 那个女的什么人 瞅着我乐呢 我跟她招着手 我在这像个游客一样 在这块 像一个游客一样 这边都是女的 都是拉丁美洲的女人 拉丁美洲的女孩 很魁梧 哇 好 又捡个球 又帮他们捡个球 捡了三个球 今天啊 他们晚上穿着 知道了 他们晚上穿着这种 反光衣一样的 很醒目的这样的颜色 这样能够分清敌我 分成哪一个队 互相能分开谁是谁 这种他们 鲜绿色的衣服 是 这边好多人骑自行车 就穿着这样的衣服 这样的马甲 它倒不能反光 只不过颜色 特别醒目 包括美国这边 就是有些交通标牌 比方说在学校 哎哟 哇 好好求 入门 挺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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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在学校附近的那些 交通标牌 标着有 大人领人小孩 那个标牌呢 都要求有那种 那种这种绿色的 鲜绿色的这个 底儿 以前呢 它那个底儿是 那种橘黄色的 后来不行了 橘黄色的不行目 必须改成这种 鲜绿色的 亮绿色的 有点像荧光绿那种的 这样的更醒目嘛 以前那种黄底儿的 都淘汰了 这个教练挺幸福啊 这个男人 这个老男人 体格真好 冷了 赶紧走 动手了 身上也发冷 然后也有点动手 这个教练说什么 open 是教练吗 是什么园呢 这场地 拉丁美洲的女子 往那边呢 亚洲的男子 再往那边呢 是白人男子 再往那边呢 是墨西哥的小男孩啊 所以你看 分成 从这个足球场 就能够看清啊 这个分成不同的足异啊 在 踢球 这争强的也挺凶狠啊 好好锻炼臣体吧 这边旧金山还是有点 气候有点潮湿 所以这些 有些老年人啊 他的关节就出了问题了 有的人颈椎出问题了 有的人是腿不好 他们也说旧金山这边不少老人 年龄大了之后呢 腿都出毛病了 你看这空气中 这个水汽 这个水汽像雾一样啊 它这种潮湿 在中国呢 中医讲这种什么风寒 好像老美这边 他们倒 不怎么讲这个风寒 但实际也会 起犯关节吧 这种叫 风湿因子吧 应该是起犯关节的 所以他们可能现在呢 年轻人可能火力比较旺 还意识不到 但是这些风湿因子 不知不觉的可能会对他们的 关节有损害吧 这边他们 在这练球呢 这边 这边好像是拉丁裔的男子 有点卷头发 拉丁美洲的好像 他们是小范围的在练球啊 在练 练球啊什么的 练这个传球 对 这边短船 短距离的船球 地上放的这个小圆锥是什么意思 不懂 这个小圆锥定位的吗 有一个小狗在这 沙哑地叫着 这个场地很大 拉丁人很多 拉丁美洲人 他们跳那个拉丁舞是不是 拉丁美洲的舞啊 拉丁舞跟拉丁美洲有关系吗 这只娘俩应该是啊 谢谢 谢谢 嗯 小狗 hood 挺可爱小狗 小狗 小狗也穿在这的 哈哈 呵呵 小狗 虎 proces 唉呦呀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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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呀哟 小狗还挺炼的 往上架呢 armed小狗 按说他应该带个呼吸啊 但是这个场地也没事 场地比较软啊 摔倒了应该也没事 顶多是出于保暖啊 据说是他们比赛之后 拿一个毯子盖上腿啊什么的 是为了让这个关节保暖 如果关节温度一低的话 那么磨损就加剧 所以他们打网球啊 或者打什么球中途休息的时候 马上会有人把毯子给他迎上去 给他盖上啊 就让他的关节保持温度 就像这个车 比方说这个开车的时候车凉 那么就磨损加剧吧 如果车热一些呢磨损就小一点吧 人的关节也是这样 所以真的不要觉得关节是可以 无限期的去使用的啊 就像有些练健美的人 他的肘关节锡关节很快就磨损了 就是可能短期内 感觉身体很强壮 但是到年龄大的时候可能会出问题 就是提前报废嘛 就是锡关节的半月板呀 还是 对吧 关节那个软骨啊 可能会出问题 所以好多 以前我们在北京工作的时候 我们一个同事他妈妈就是喜欢爬山 反而后来呢 膝关节出问题了 反而先是医生在他的膝关节里打油 让他的膝关节不那么太疼 不那么太痛 后来打油也不好用了 说是他的膝关节里面有不少碎骨头 就是他的骨头年龄大了 那个软骨磨没了 后来就干磨那个硬骨头 那个有骨头茬在里头 就需要把那个骨头茬抽出来 之后呢 往里打油 打那个润滑油 那也不好用了 后来没办法又换的这个膝关节 换的那个 不知道是不是不修钢的 反正换那个人工关节吧 所以挺恐怖的 所以真的在锻炼身体的时候 也得适可而止 不要觉得身体是 是吧 绝对人的身体 它是有使用生命的 关节啊 血管啊 什么的 所以都试探着来吧 对吧 这个绿狗呢 这个小狗跑得真快 小狗 你看它这个小狗 瞅着不大 但是它跑得特别快 小狗 它把它叼回来了 叼回来了 哦 小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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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位老外 他们比较喜欢养狗啊 他们这边的狗 好像是给狗 打那个 狂犬疫苗 所以说 一旦说这个狗咬人了 人好像就不用 打狂犬疫苗吧 好像是这意思 这个球过来了 这个人把球给它踢过去 这边在进行修整啊 这些拉丁美洲的女孩 在听教练训话 你说就这样潮湿的空气 这个关节不会出问题吗 我觉得可能会出问题 把球踢过去了 哈哈哈 把球踢过去了 开球 它这个各个颜色都有 有那种黑色的 紫色的 黄色的 白色的 花花的都有 各种各样的 所以老美他们的体格跟华人可能舞台一样 包括这边 这边生宝宝 好像也不坐月子吧 生完宝宝就开始 下地吧 下地吧 工作吧 在中国的话好像 讲坐月子是吧 这边好像 不知道 这个问题太深奥了 所以好好练球吧 好好练球吧 再见了 这个球场 我以后可能不带回来了 也是 大体了解了他们踢球的这么一个过程 就这么一个情况吧 这里的亚洲人不多 亚洲人不多 从远处看 这个场地还是挺壮观的 叫 灯火通明是吧 应该叫 是这样 是这样说吧 灯火通明 现在应该是晚上七点多了吧 不知道他们要踢到几点 你看 它这个灯 它这个水雾 就比较潮湿 这是晚上的这么一个体育活动吧 这些树也好多年了 这个树很粗是吧 这个树 好了 再见了 再见 拜拜 拜拜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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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